10月4號 山東青島平渡老兵進京 被暴力截訪 導致6人住院 5號 數百名青島退伍老兵 集結山東平渡市文化館前廣場抗議 晚上警方清場失敗 陸續有各地老兵趕來聲援 凌晨 現場老兵人數估計已經過千人 10月4號晚間 38名山東平渡老兵進京途中 在立京服務區遭當立公安副局長 親自帶領數十名截訪人員暴力攔截 6名老兵被打傷住院 5號上午 數百名青島退伍老兵 列隊集結平渡文化館前的廣場 為無辜被打傷的平渡老兵讨說法 入夜後 更多老兵聚集 吸取了正江事件被警察夜席的教訓 老兵們事先準備了木棒 鋼盔 晚上9點左右 警方試圖清場 老兵們奮力抵抗 清場失敗 晚上9點 山東青島平渡 戰友們還在這裡 為被打的老兵討說法 開始親人了 警察開始親人了 已經把老百姓們都親走了 他們想幹嘛 還想成為震撼第二嗎 全國各地老兵不斷趕來聲援 晚上10點 遼寧 吉末 日照 江蘇等地 一約500名老兵陸續到達現場 凌晨老兵人數估計已超過千人 2018年10月5號 晚上22點 遼寧省退役軍人 趕到山東青島平渡 吉末的戰友從吉末帶來了衣服 被子 晚上12點 吉末的戰友又從吉末趕到平座 送來了衣服 那是江蘇戰友跟全國各地 山東本地戰友會合 此前在6月19號 江蘇 鎮江多名維權老兵被打 各地老兵連日前往聲援 22號深夜 遭上萬名警察暴力清場 數千名老兵遭到驅趕或拘捕 很多人被打得頭破血流 新唐記者熊斌元珍 裁鵬報導